这两天一直有兄弟在催我发盘斯的那个后期视频啊 就是催我催更 其中特别有一部分是上个星期五玩兴趣的直接玩这个组合 我你真的是胆子特别大 我星期三才发的推荐视频 你星期五兴趣你就敢用 你们这些老哥你是真的溜 就是我前面我觉得那个盘斯是那个109顾商最屌的之后 反正在我那个视频下面好几百条评论啊 说什么的都有 但是呢就是我基本上不会跟你杠 我觉得那个组合可以 我就亲自玩给你看 所以呢我不是那种纸上谈兵的人 接下来咱们就今天啊 第一波四盘斯第一波伤害测试吧 现在是50级啊 50级修念没有 七八脉更不用说了 主技能和秒技能60啊 剩下技能30 这两个技能啊 伤害命中的如果点满也可以加固伤 然后武器就是一个最垃圾最垃圾最垃圾的国标 因为50级的武器伤害出伤能到200啊 那衣服呢也是最垃圾的都不加腻 所以这是一个最垃圾的 我就打了点服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50级的这个伤害的数据 就是最近这几天跟我聊关于盘斯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 就争论点 咱们等一下咱们等一下看到我队长这个盘斯洞主秒拽秒拽就知道604359604.359 你如果看到这个视频就大概知道真正的点在哪里了 真正的点没错 就在负秒 咱们先说竹秒 竹秒在我这种108垃圾武器的情况之下 能秒的604 而它的总伤害是707能秒的604 这也就是说这个 这种盘斯洞在50级的时候 你如果光看竹秒 它提升的空间还非常非常之大 你如果换一把200伤的武器外加把那个加命中加伤害技能再点一下 我服力量加力量和加那个命中的服没打 也就是说这还能提升 修炼还能提升 敏捷套力量套还能提升 孔装还能提升 你如果说在50级的时候把一个盘斯洞的那些所有属性全部拉满的话 它竹秒能到700以上 这个就是竹秒非常恐怖的一个地方 那么你懂玩过盘斯的 你大概知道50级秒 竹秒700是一个什么概念 你去问一下无理动70级的时候 70级的时候秒多少 所以这是一个很异谱的事情 接下来咱们说一下 就是所有兄弟争论的一个点 个私聊跟我争论的一个点就是负秒 竹秒是600 负秒是360 360 66刚好是360 它这是一个很标准的60%的一个数据 但是呢就是60%的一个数据 这真的就是已经非常低的一个数据 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不玩盘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他们看到这个伤害比例之后望而却步 但是啊 作为一个攻略博主 首先我自己都玩了四盘斯 那么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在我玩这个之前 我肯定是测试过的 所以我想跟那些特别是上个星期五 心区 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思路玩玩盘斯洞的这些兄弟说 你们把你的心放在肚子里面啊 你放一万个心 咱们接着玩下去就是最爽的时候还早 到109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有很多细节 我不能在视频里面讲 我视频里面讲了之后 那有很多那些卖攻略的 在本站的外站的 他们啥都不干 就天天在别的别人那些博主那直接偷数据 偷现人的数据 偷过去就放在他那拿去卖钱 他如果说卖钱 他自己懂那也就算了 他有很多人 他连梦幻他都没怎么玩过 手上毛都没有 连个号都没有 他会在那骗人 所以数据具体的啥我就先不说出来 我就先跟那些就是看我那个视频 玩盘思那些兄弟说 你现在新起的号玩盘思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面放一万个心 咱们骑女看账本走着瞧啊 后面的后面的东西还多 现在这个竹鸟已经可以玩下去 那这就够了 所以呢 我是一个攻略博主 我自己都玩啊 我肯定是有一点东西的 他虽然不多 但他肯定是有一点的 所以呢 就是我自己到后面 把数据做给你看 你们看着我的视频 后面你就大概知道怎么做了